飞剑仙诛料 一看开封府连胜了四阵 他心里啊就沉不住气了 心说这十阵赌输赢 六阵就决出高低啊 我们连败了四阵 现在还有两阵 再输了怎么办 这玩意已经对天蒙事了 就得画福前沿 这么大一座阎王寨 这么多年的心血 到那时候就付诸东流啊 所以把他急得直横横 手握无尽的拐杖 就想跳过去玩命 但是有言在先呢 十阵赌输赢 你得挨牌往下进行 不准撕打斗欧 所以他又把火压下来 卖不来的蒋平进前 假装赔笑 哈哈哈哈 四老爷 恭喜恭喜 开封府真有两下子 我算福了 请问 方才进碧水神坛 献决议斩墨鱼的这位 是您什么人 蒋平一乐 脚着挺自豪的 把胸脯一拔 啊 是我一个侄儿 哦 蒋氏门中 由此后期之秀 真是可喜可贺 叫什么名字 叫蒋昭 蒋小义 哦哦 好 朱亮说话间 用眼睛仔细看看蒋昭 心里说话 小兔崽子 你早不来晚不来 正在关键时刻 你冒出来了 你坏了我的大事 我岂能忠饶啊 我记住你的模样 我一定想方设法 要了你小崽子这条命 说话间 朱亮当众宣布 阎王寨败了四镇 现在请大家回归彩台 继续这第五镇 众人往回走的时候 议论纷纷啊 开封府的人 兴高采烈 阎王寨的人是垂头丧气 等回归彩台 大家归座 休息了片刻 飞剑仙主亮 一伸手 把小旗亮出来了 摇三摇晃三晃 传下命令 第五镇开始 就见西彩台上 站起一个出家的和尚 这和尚 这个 这坨 简直都出了号了 如果他就忘了 一坐不动他 就好像庙里那大米勒佛 一般不二 平顶身高不到九尺 粗细也得有八尺 这一大堆肉 肉糊糊的脑袋 两个厚吨吨的大耳朵 垂在尖头 肉包子眼睛 豆鸡眉 大耙鼻子 稍微有点掘掘嘴 通红的嘴唇 满嘴的白牙 儿子上 还带着我金环 这金环 没有烧饼大也差不多 光着脑袋 受着戒 看着样子 能有七十来岁吧 由于天热 他穿着极薄的灰布僧衣 一走三颤 这肉都登伦登伦的 他来在朱亮进前 耳语了几句 说什么呢 老建客 你把心放下 第五阵是我的事 我不是吹大话 这阵是准硬不能输 咱们能扳回一局来 朱亮频频点头 老罗汉 我可把希望寄托到您身上 您要多加谨慎 弥陀佛 老建客 你放心吧 大和尚说完 走下西彩台 来到梅花圈 大伙一看 哇 都乐了 心说这位营养的真好 怎么这么肥实 这身肉 上乘腰一腰 没三百斤也差不多少 就像这大和尚 双掌和尸 向周围 转了那么一圈 拿弥陀佛 各位 这第五阵 是贫僧我的事 大概有人认识我 也有人不认识我 贫僧 先来个自我介绍 我乃 昆仑山 小西天 三十三层天外天 华佛寺 华佛寺的方丈 人送绰号 华佛 昆仑僧 这一次 蒙诸老建客 和金标侠所约 来赴这次英雄圣会 贫僧 深感荣幸 使我最高兴的是 这第五阵 安排到贫僧的身上 以前那四阵 我全看见了 精彩 而又紧张 不管谁输谁赢 五亿都达到 如火村庆 使老僧 大开眼界 我可不敢说 有那么大的能位 无非料献小技 求众位赏脸 卧佛昆仑僧 说得十分客气 然后 他把手放下来 开封府的各位英雄 今天你们可得捧场啊 我主要是跟你们比试 那位说贫僧比什么 我这两下子一般 大家先看看我的长法 来人呐 准备 他带了不少小和尚 事先都安排好了 就见这和尚用铁车 拉了好几块大青石 这青石啊 经过人工泡灶 比较光滑 大块的 能有六尺建方 小块的 也有二尺建方 一共六七块 推到梅花圈 咕咕一声 推到地下 再看昆仑僧 一伸手 挑了块二尺建方 把这块石头抱起来 对大伙说 中尉 这块青石的分量不算重 要六七百斤吧 我练一手 大伙看看 如果 能有人也练得我这样 我就算认输 这第五阵你们算赢了 昆仑僧说完了 两手把这石头一翻 就扔在空中 石头望下一落 他用肩膀接 啪 肩膀一动 把石头又弹起来了 这石头望下一落 他玩了个花活 又使了个浪子踢球 脚望后踹 啪一声 又把石头弹起来 等石头望下一落的时候 他用磕膝盖接 一起一落 他就玩开花活 就见这和尚 满脸带笑 轻松自如 两旁的人一看 无不惊骇 这是什么场合 都是练武的 谁不明白 这块石头 六七百斤 到了昆仑僧手里头 就好像个球似的 人家不费吹灰之力 在这踢剑子 练皮球 你看练的这个好劲 肩膀也接 脚也蹬 啪啪啪 石头一起一落不落地 最后 这石头落下来之后 就见昆仑僧僧器 把脖子一挺 用秃脑的望上一接 开 锡头正落到秃脑的上 脑袋没事 把石头就崩碎了四块 人们一片喝彩之声 人家是练的昆仑派的硬工 大和尚练完了 冲开封府这方面一打击手 弥陀佛 各位 大家见笑了 我请一位 谁陪着我来练一练 哪一位 蒋平看完 问左右 各位 人家可是实的硬工啊 哪位叫着硬工有底 你就下场 叫着不行 可别凑合 哪一位 说话之间站起一人 这个人年迈苍苍 映然漂白 四老爷 我看这阵 轮到老朽我头上了 我下去照亮照亮 徐良中人一看 说话的非是旁人 正是塞北三角的头一位 展翅腾空 被摸天 济华城 既老健客 哥仨 都来参加英雄会 三爷 曾经练过决议 这哥俩 压根没动 老头怎么想的呢 石镇赌书赢 不要急于求成 反正早晚 我得来一阵 替开封府的办点事 也不枉人家聘听我们一场 他一看这第五阵 很符合自己的需要 因为他就喜欢练硬工 他一看沃佛昆仑僧 练出这种决意来 延起他的兴趣 延此要报名下场 讲名点头啊 再看计划城 稳稳荡荡 走下东彩台 来到梅花圈 冲着昆仑僧一抱拳 老罗汉请了 老朽有理了 昆仑僧一看 面前站个老者 个头不算高 但是透着非常精神 两个眼睛倍亮 大徒脑门子 后脑勺还剩下几十根头发 像银线相似 把他拢得一块 梳个小嘎嘎酒 用一股的红头上 记着 身上穿着土黄布的 袍子是又肥又大 半截白布 高装袜子 蹬着一双千层底 劈死牛 豆包 大洒鞋 一说话 声音非常洪亮 昆仑僧不认识 弥陀佛 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哎哟 我是山沟里的人 哪来的什么大名啊 幼年之间爱武术 灯高跳远的 就这么的相亲 太爱我 给我送个绰号 叫展示腾空被摸天 国兴计 叫济华城 好 大和声文婷 吃了一惊 你别看济老建客 说话谦虚 他的名望可不小 连昆仑僧 远在甘肃 他都听过老头的名声啊 哦 这就是塞北三角的头一位 哎呦 没想在这儿遇上 我可要多加谨慎 想罢多时 大和声一乐 老建客 久闻大名轰雷贯耳 今日得见尊严 三生有幸 看来拼僧不须此行啊 我算开了眼了 老建客 怎么 您也喜欢练硬功 不错 我从小就爱扎砖 及时 没少练 但是比起老罗汉来 我差得多 咱们今儿个试试 我也挑块石头 也按您那个方法练一练 请 大和声往旁边一退 计划成啊奔石头堆 心里说话 你挑那是二尺建房的 分量在六百多斤 七百来斤 我呀得挑个比你分量大的 要跟你一样 我就算栽了 老人家把长大的衣襟 往上一提 捏在腰带子里头 把两个袖面卷了卷 干净利落 没有崩挂之处 卖部来到石头堆钱 他一看有那大块 三尺建房 看这分量 得八九百斤吧 老头一下腰抱起一块 像抱小孩似的 把他拢到怀中 昆仑桑 我练这块你看怎么样 行啊 比我那块大得多 好嘞 我可能练不好 您可别见笑啊 众外 大家上演 说着话 就见计划成 一叫单天一粒混元器 两臂一斗 把这块巨石就抖向空中 能有一丈六七尺高 这石头翻着个就落下来 再看计划成 先练了个苏秦碑剑 用后背接 趴着一落上 老头身子温色没动 紧跟着后背往空中一拱 这块石头又飞起来 老头用壳膝盖接 用肩膀子接 用胳膊肘接 刷刷刷刷刷刷刷 就见巨石石 一起一落 老头嘀哩哩 身形烂转 隐然漂白 这个好看劲就崩提了 这个轻松劲 也别说了 这么重的一块石头 到了老头的手里头 就好像个大棉花球 在场的人 无不热烈鼓掌 好 果然是决议 力大决论 连天好啊 最后 这块石头落下来 就见计划成 把双手往后一背 脖子一挺 拿着突脑的往上一击 开 啪啪 裂成四半 石头滚落在尘埃 您说有多大的劲儿 把这地砸了好几个坑 计划成把突脑的一捕了 把上子的粉末擦下去 扭向回头 冲着昆仑桑一笑 大师傅 我现愁了 弥陀佛 昆仑桑一看行啊 这老头的硬功比我强啊 嘿嘿 你别着急 这只不过是刚开始 唱戏 这叫小帽 压轴的戏在后边 昆仑桑想到这点点头 老剑客 名不虚传 佩服 佩服 不过话我没说清楚 练这几块石头 无非是活动活动筋骨 可不是正题 这第五阵读书影吗 我还没万万拿呢 老剑客一听 还没拿呢 大师傅 此话怎讲 方才我没说 活动筋骨之后 咱们开始正式的比了 方才你也看见了 一招一试也好 动刀枪棍棒也好 已经都打过去了 咱们二位再那么打 不新鲜 言辞拼僧疲 咱们一对三下 咱来个文打 您看怎么样 方才我练的 是达玛老祖一金经 你也这么练的 可见你我二人这硬功 都比较出众 咱俩比一比 看究竟谁的功夫 您照着我这脑袋 拍三下 我照您的脑袋 也拍三下 谁把谁打趴下 谁就算输 不知老建客 肯赏连否 哦 这么回事 季华诚点点头 高 你不愧是出家人 出这主意 果然稳妥 老朽愿意奉陪 但不知 这一人打一人三下 谁先动手 老人家 那您说呢 应当谁打谁合适呢 这 激化成一想 我要提出先打他 我显见的人格就低了 那显得减便宜 不如让他先揍我三下 然后我再打他 这才显出有容忍之量 季老建客想了完了 把自己这番意思这么一说 昏仑僧乐了 哎呦 罗弥陀佛 善哉善哉 您不愧是塞北的三角 高 真有容忍之量 各位 大家听见没听见 老建客愿意先叫我揍他三掌 打完之后 他再打我 谁爬血 谁算输 我现在可要动手了 老人家请你做好准备 再见老头子 围着梅花圈转了三圈 干什么 他这运气呢 气发于丹天 丹天灌于胸膛 胸膛又灌于头顶 这脑袋上就要借气顶着 老人家起码蹲当事 站好了 俩手一副磕膝盖 被眼珠子一等 请 就见昆仑僧倒退了几步 把大巴掌伸出来跟菩萨相似 他这个手心全是桨子 练硬弓练的 像他这种身份的人 什么掌法不会 金沙掌 银沙掌 铜沙掌 铁沙掌 鹰找利 讲就是马迁一定金 马后一掌银呢 莲花底灌张铁齿排内十三太宝的横链 样样精通 这掌要发出去 重有千金 他能留情吗 昆仑僧心中暗想 事关成败就在此一掌 咔嚓的一下去 计划成一趴下 或者身子一动架不住了 我算赢 我也对得起好朋友 飞剑仙朱亮 另外 也给我们昆仑派的人 赃光露脸 哎呦 就见这个大和尚 没动手之前 把两臂一摇 呼呼挂风啊 人们看得清清楚楚 就见他这个左胳膊 发戏 右胳膊越来越粗 这气全灌的右掌上 然后的墙步气身直奔老剑口而来 登登登登登登登 扑到面前 把掌望空中一立 掌心朝下 奔计划成了泥湾宫 就打下来了 弥湾宫是哪呢 就是小时候 那脑门糊塌糊塌糊塌 发软的这个地方 这地方是最不紧奏 昆仑僧竭尽全力 喊含力争 哎 二轮中就停下 啪 吳伦桑一闭眼 就叫做绑壁发麻 手都失去了知觉 颠起来没有二尺多高 仔细观看 计划成是温丝没动 老头还乐了 大和尚 您真是佛心的菩萨 您怎么不使劲呢 您别客气啊 再使点劲才好 弥陀佛 和尚心里说话 谁说我没使劲 我血管都要崩裂了 哎呀 这老家伙 秃脑的可真结实啊 再来第二下 这回他退出去 一丈五六 把两臂摇开 呼呼呼呼 比头一丈使的劲儿更大 强步骑身过来 啪 又是一丈 仔细观看 仍然未动 昆仑森可就有点挂不住了 心中暗想可要了我的命了 这两掌 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这第三掌 还能出花呢 看来 今天我要输 独行绝不能如此善罢甘休 这个凶僧眼珠一转 是记上心头 请不吝点赞 ocolate schauen 感谢观看